台北市長柯文哲自身說不看報紙 大刀闊斧的取消市政府行政機關訂報 現在連市立的學校也要受到影響了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證實 已經發文各個市立中小學 來調查訂報的狀況 同時逐步的取消辦公室啊 圖書館啊 非教學使用的報章雜誌 一年可以省下大概至少四百萬的經費 但是呢 學生老師跟家長呢 看法都不一 利用學校圖書館翻閱免費報紙 接受時事新知 但未來配合科批新證 這些福利都將取消 我不會 我都就是自己看報紙 不會看學校的 自己買了 就家裡有些有訂啊 然後還有手機 這每件很方便啊 因為我都用手機看啊 所以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都是去便利商店買的 所以不太會一直講 我自己在學校單位 其實我發現真的報紙沒有太多人在看 現在大家都看網路的報紙 學校你的辦公室裡面 那你像一般民眾閱讀的 我們都保留 圖書館的報紙部分我們也取消 北市府從市長市取消訂報開始 1月1號發文 200多所市立國中小學調查訂報狀況 要求全面減少非教學用訂報 預計光是報紙一年將省下117萬 雜誌訂閱更能減少三百萬元 但恐怕影響學生閱讀習慣 我認為是不予取消 柯市長如果真的要為我們台北市民啊 的這個這個著想的話 應該著重於這個比較浪費的那些硬體建設 可能有點不方便 因為像假如說如果家裡爸爸媽媽沒有買報紙 那這樣晚上回家之後便利商店也都賣完了 台北市立中小學取消訂報 學生家長跟老師三方反應不一 只是在自信學有可的年代要看報還是滑手機 或許是學生的選擇題 而非市長們的是非題 政訪軍陳英文台北通報道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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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